大家好,又回到我们《望向编辑》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也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我是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沙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这次 这个欧洲大佬之一 特国总理索尔茨没有建设性的留言 简半就是搞破坏 这位哥哥发生什么? 是否说了一些机密出来? 原来 说识到阿周? 是 上次访问 因为上次曾经有试过 阿周在某个访问时 爆了一些军事机密出来的 是,没错 现在他也是 他就被其他盟友指控他 明显是对情报濫用 乱爆料 伤害了盟友 因为他 透落 他又不是说自己得军 他说 现在 英军和法军 在帮乌克兰军队 对俄罗斯 这个位置 是发射 暴风影长程 巡异导弹 英军和法军正在做 为什么这么生气呢? 之前 发射说不关他的事 即是跟北约国家不断强调 没有直接参与 是傲战争 是有出入 所以英国的官员 这个新卫城 下面的官员 说 你这样害死人? 大佬 痛批这个德国总 你说 你是不是想害关我们? 不过也不怕了 你整天扮大佬 你害怕吗? 是吧? 如果我在索尔茨说 你不是想做大佬吗? 现在就给你一个机会 是吧? 给你一个机会 原来 这个索尔茨 他接受德通社DPA访问时 就说 我们希望阻止俄罗斯对乌克兰 发动这场战争 升级为俄罗斯和北约之间战争 我们打算阻止他 我们阻止他 我们不想这场战争升级为俄罗斯和北约之间战争 这个也是应对之前 法国总统马克龙派兵 现在他就 他说我的意思不是这样的 好像 欧盟得很少 得爱沙尼亚撑的 我们之后会讲节这个傻子 原来 在港道是否会提供 乌克兰在金牛座巡异导弹时 他就立即被射评 我们会 需要向乌克兰 派遣 德国士兵来使用或者部署这些导弹 这样说 这么多罩都有的 不过他说这种 他说将会部署 他说这种有影响力 而且 影响非常深远的武器 原来他说 我们派兵去使用部署 但是 是法国和德国 在目标 即是筛选打击目标 即是俄罗斯的目标 以及支持 目标控制 即是协助筛选打击目标 这些方面做的 我们做不到的 他们做的 这个好笑 他们做的 他们帮 他们帮乌克兰瞄准 筛选目标 不是我们做的 很搞笑的 这些 轻骗的就是我们德国做的 我们部署 或者派德国 去使用 瞄准俄署不是我们做的 是法国和英国做的 普京弟弟不是我们的 法国 我们部署 帮忙手 我只是周边的 射住射住 射住射住 不要教我 你肥肥不夭 最后他说 我们德国士兵 不会以任何方式 和这个系统的潜在目标有关 任何时间地点 都不是我们做的 是法国和英国做的 他摆在盟氧上台也有 所以一听到 英国就震怒了 原来英国 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 这个是 哈因斯 他 罵了索尔茨 索尔茨作为德国总理 他居然说 英国和法国人员 现在操作 赠送给乌克兰的巡逆导弹 这个是错误 不负责任 也等于 向 盟友 升巴巴 另外保守党的高级议员 也是前 国防委员会主席 Ellwood 他就说 现在你干什么 你这样说出来 不就是在危害 乌克兰里面 英军的性命 是呀 是这样的 哈哈哈 你知道这些情报你濫用了 你索尔茨这样做 是否为了转移 德国不愿意向乌克兰提供自己远程 飞弹系统的注意力 俄罗斯 肯定会利用这一点 是对局势升温 而且会对着我们 这倒是 对呀 这个 你真是有比 去年英国政府已经证实向乌克兰提供 远程 布封影导弹 法国之后没多久 亦是提供 SCALP导弹 其实 封影导弹是相同的 只是称呼不同 一个是英国的叫法 一个是法国的叫法 其实是同一样 现在你这么说 他们 不关我事 是他们 其实 很缩骨 应该改名 缩二次 现在 英国媒体说 你这样就是英法直接参战 你只是想俄罗斯搞我们 是吧 因为你说 是他们做瞄准的 那些什么目标 你就算是的话 没理由这样爆 撑你 这个真好笑 可以爆的吗 就算是也没得这样爆的 没错 另外英国 原来也是 被爆了英国国防参谋长 Tony Ratikan 他也是 成为了帮助乌克兰制定对俄作战的关键人物 这个太不事报说 对此 俄罗斯有什么回应 俄罗斯就说英国实际上是直接参与 俄罗斯的冲突 英国 发动并且参与了反俄的混合战 台湾事报就是 58岁的Ratikan 其实担任3年 国防参谋长 他11月退休 不怪这条9加4 他之前就说 俄罗斯有50万逃兵 是他说的 是他说的 不过是只有他说的 你记住只有他说的 而且 BBC就拍不到俄罗斯逃兵的游泳 有俄罗斯逃兵去了 南韩 是早几天的新闻 但是 他就拍到大量的人游泳 去罗瓦尼亚 不是俄罗斯 是俄罗斯 而且接受访问 但是 新伟成最搞事就是 你流任到2025年秋天 因为2025年1月底之前 就与大选是不是 流任到那时 有什么酥子 你吃光它 搞定它 Radegan曾经单独前往基辅 见过扎列斯基 讨论乌克兰战略和西方 如何帮助 乌克兰 乌克兰军方的消息人士也说 Radegan 一直都是帮乌克兰制定计划 那么 失败是否因为你制定 大反攻是失败了 他说制定是什么 原来他策划了向俄罗斯军舰动手 并且解除 俄罗斯对黑海封锁的军事行动 现在有解除到吗 有解除到吗 好像没有 如果解除到它 就不用找粮食 去乌克兰的邻国 欧盟国家 搞到波兰 和其他罗瓦尼亚的农民那么生气 是的 你解除到还赢民赢武吗 英国 你知道英国现在军方 一直要犯大疗 是没有的 恶防大臣 阿博斯那些只有港字 敢说四 他跟以前 华里士和华里士 保识很多 不够军备 他真是说出来的 别当我 很信 现在好像点餐 点餐 原来 扎哈罗瓦昨天就回应他了 这是 俄罗斯外交谱发言 这个女战狼扎哈罗瓦就说 乌克兰对俄罗斯 黑海岸队的攻势 是在英国情报机构领导下进行的 原来 俄罗斯外交谱多次指出有证据表明 在乌克兰的作战行动当中有英国情报机构的痕迹 英国并且发动和参与了对俄罗斯的混合直接战争 最搞笑的是英国是否认结果索尔茨等于是认了扎哈罗瓦的那句话 你真是变相背书扎哈罗瓦 变相背书是俄罗斯 好笑 这个诸队友超级诸队友 说回英国 他就算怎样也好 他也不敢说 他跟俄罗斯开战 他也是傻傻滚 夜闻夜摸 但现在你这样就等于 承认俄罗斯说的是真 同一日 普京大帝的喉舌佩斯科夫也说 英国通过派人员和提供情报等等方式 对乌克兰提供帮助都不是什么秘密 英国实际上已经直接参战了 另外法国总统马克龙 他日前也说不排罪向乌克兰派遣地面部队 拉夫罗夫也参加在土耳其会议时 说西方早就派遣了 已经驻扎在乌克兰境内 目前乌克兰境内不单有外国雇佣兵 同时也有来自英国法国的现役军官 他刚刚说到英国法国 结果索尔茨说是是是 他有人是 是对着他们的 是对着目标的 那你变相是帮助了拉夫罗夫 难怪这些盟国的英国军官 说你会害死人 结果就令到他们这么生气 变相是帮助俄罗斯背书 拉夫罗夫也说 如果没有这些英法军事人员 乌克兰的远程 他吃着来说远程的打击工具 就是指刚才的巡异导弹 就没办法派到俄罗斯境内 俄方非常清楚 撑你 你和他激奖 你和他起舞 乌克兰的 难怪英国这么厉害 你和他说就一样 对吗 你和他说就一样 就证实了 证实了他说的说话 所以这个人真是 蠢得一只猪 但是平时他没有那么蠢 还是他特意玩差英国呢 因为你常常扮大哥 给个机会你扮 那么喜欢 还玩法国 法国有时跟他吵架 两个争 争争头把交椅 对吗 没问题 另外一个国家就是荷兰 荷兰这些 签署的安全协议 俄斯没有直接参战 原来荷兰 也是刚刚 跟乌克兰总统的扎尼斯基 在东部城市哈尔科夫 签署了最新的安全协议 绿特还是首相来的 次时次刻 但是十月份 可能他就成为北约秘书长 签署了安全协议 有效期十年 根据安全协议规定 荷兰2024年将会向 乌克兰提供20亿欧罗的军事援助 是未来10年 20亿摊分是 10年 两亿其实不是很多钱 荷兰将推动乌克兰 安全和国防力量 现代化 其实每年两亿欧罗 其实做不到什么 不过没有 亦是增强乌军和北约部队的 互相操作性 即是有些东西他用到你 你又用到他 一般来说当然是乌克兰用北约的东西 难道北约会用乌克兰的东西吗 他有什么可以给人用 弹药也不够 浪费 亦是帮他发展国防工业等等 20亿欧罗可以吗 别人搞过百亿欧罗 也有过百亿欧罗 荷兰将会与伙伴国家合作 优先解决乌克兰的 防空系统 远程实力 装甲车等等的迫切需要 根据协议乌克兰将确保荷兰提供的军事 你记住 他提供的军事 的支持 只是用于智慧和震惑 智慧就是不可以被你 主动出击 双方将共同 监督防止军事物资被非法转移 害怕了你的贪污犯 你个人都担心 雷达在会谈之后开联合记者会 就说荷兰将会加快 援助F16战警 其实上次好像说过去年年底有 现在就没有 记得去年年底有 今年年底有 现在也没有 也会向乌克兰提供 22艘巡逻舰 三艘战 以及雷达 还有其他Kirikwarak的军事物资 看回荷兰 官方数据也看到荷兰去年 向乌克兰提供了16亿欧罗的军事援助 去年8月扎尼斯基 就是 访问荷兰期间 双方也签署了42架F16战机的协议 目前 乌克兰的飞行员就在那里接受训练 但是 大家知道乌军其实有一样东西是不行的 就是英语 英语不行 所以很多人 要首先学英语 学习 学习要考雅诗 不需要懂就行了 我相信就是这样 也是得胆少 说回 他满了两年 但是年头已经三个年头 二年开始 今年二四年 原来 有记者也访问了 在乌克兰的普罗大众 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 看来我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 目前仍然看不到结束的迹象 生活在这个 战乱之下的乌克兰人 日子究竟是怎样呢 记者也到访了 多名乌克兰的普罗大众 了解 基库的物资供应 其实还算充足 但是你没有忘记是基库 当然 乌克兰 因为他没有涉及到 以色列 所以他的东西就充足了 以色列 因为他对 住在巴勒斯坦 你有东西去 就算你肯给他东西都去不了 你记住 连现在 大家都谴责 人家救援的食品 都被人 召轰 召轰 真的没有人性 当然我们说这些 我们也很担心 因为 你知道风台也不出奇 因为他们的实力太强 也说一下 原来 很多人就没有了工作 收入大幅下降 很多乌克兰人只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适应这么频繁的空中工势 另外 医疗和教育服务领域也受到巨大冲击 受访的乌克兰人就告诉记者 这场战争已经彻底改变了他们人生 也改变了他们对未来的态度 也说围绕每个人 其实很多人也失去了他们的滞爱 还蛮糟糕 另外也有乌克兰年轻女子 我现在不想想美来 因为未来 见不到希望 物价也升了一倍 并且 大家都是就服惹出 战争爆发之后 好像有一位叫安娜的 女子就和 丈夫从乡村搬到 首都基库 因为那里相对来说物资比较充足 而且 轰基库是相对少的 因为他始终首都的防空系统也强 虽然他们仍然只可以 因为空中攻势而是躲避 想想想 连德国外长 贝尔伯克也要躲避 他们也要闪了 当然了 无人机无眼的 还有 欧盟最高外交官 博女也要闪了 他也要躲避 原来他说频繁地躲避入行防空档 已经成为了他们两年来的家常变反 战争也改变了他的作息时间 他说现在已经 就服惹出 即是利用清晨和夜晚时间再加工作 因为白天 只可以在防空档当中度过 他说原来他是一间 律师事务所做会计 现在和他的同事基本上不去办公室 因为担心被俄军去 他说办公室的枪 其实很多已经碎了 之前弄了 后来也是再碎了 也都碎了 所以免得了 老板也说不如再加工作 在防空档 长期居家 也就夜颠倒 对身体产生了 负面影响 这些都不是最大惑 是担心 真的有一天是没有了 有时他和丈夫在睡梦当中 是 没有及时听到 防空语报 这叫砰的声音就将他们惊醒 由于离不及 躲避入防空档 他们只可以 躲在床底的地方 因为只有这样安全一点 也将 枕头放在 那些 身上 因为担心 放在背部和旁边 如果有一些东西掉下来 可以顶一顶的压力 如果不是 其实就和强震一样 如果有一些东西掉下来 他也说过去七百多天 他每天都生活在惶恐当中 他也说他的经历在乌克兰 也算是有代表性 在战争爆发下 几乎一切的地下空间 都被改造成为防空档 从大一点的城市 地铁站到少一点的 办公室和餐厅 有些都可以在地下 联合国在今年一月 也写了一份报告 由去年12月29日到现在 这波攻势 其实他比较劲了 因为他用了一些新型的 他叫做极音速导弹 但是中国的军事专交其实未达到 不过都够劲了 他不是全部拦倒的 你记住他不是全部拦倒的 原来 这波也有很多人只肯 只能躲在地下 地铁站、地下室等等 在1月2日 人道主义工作者就在基辅记录了 在三十多宗的 悲轰事件 另外联合国儿团基金会 也有份报告说 乌克兰前线地区 小弟哥在防空洞 和其他染体过的日子 其实已经累计三千到五千个小时 即是 这两年纪起码有四到七个月 即是这些事件all together 就在防空洞里面过的 对于小弟哥的成长不好 不知何时才完 其实 也是那句 你磨谈基本上是没得完的 就看看你肯不肯 真的没办法的 你磨谈就没得完的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